使得印度星期五发生导致上千人伤亡的严重铁路意外 经过两天的救援和修复行动 出事路段已经在星期天晚上开通 但这几天只能让火车缓慢行驶 印度铁道局星期一也透露 当局正在向所有事故目击着搜集证据 正式对这起悲剧展开调查 同时印度政府也已经指示印度中央调查局 同步展开调查 印度上星期五发生20年来最致命的铁路事故 夺走275条人命 1200人受伤 事发后短短两天 印度当局就迅速清理现场及修复铁路 事故地点也已经在当地时间 星期天晚上恢复通车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火车在轨道上缓慢行驶 维修工人则还在轨道旁工作 孙悔的车厢也还没从现场移除 东南区铁道安全专员乔杜李星期一表示 铁道局正在传照所有目击者提供证据 已对这起悲剧展开正式调查 乔杜李表示 待调查完成后 他会将报告提交铁道局 同时印度政府也已经指示 印度中央调查局对事件转开调查 早前的初步调查显示 由于电子信号系统出错 导致一列客运列车被错误引导 以每小时128公里的速度 驶入主线旁的环形轨道 不料撞上一列禁止的货运火车 脱轨的车厢又撞上 反方向车道的另一列客运火车 引起这次恐怖铁路事故 不过印度铁道专家却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信号系统不太可能出现故障 就算真的损坏 系统也会自动转换成安全模式 也不可能引导在主线行驶的火车 进入环线轨道